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申巴林 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184集 几个人随便找地方吃了一顿 夏小兰陪周成去看了周家二老一趟 她订的是下午的火车票 并不能温存太久 但周成说她会安排记者去采访陈希良 这件事就不用夏小兰担心 看着周成跳上火车 夏小兰也觉得自己这个恋爱谈得很是艰难啊 刚才还给周成买了乱七八糟的吃的带回学院 周成这次回来给了她一堆钥匙 那是周成听夏小兰的话 买下的四合院 加上十家人曾经赞住过的院子 一共是十一套 有大有小 地段也不同 买下的价钱自然也不同 十一处房产就带了六十万的款子 夏小兰也只能感慨 现在的房价低 其实也有非常贵的四合院 地方大地段好 房子保存得好 一套就能卖几十万花币那种 显然周成买下的并不是 夏小兰当时就让她不拘房子好坏 只看占地和地段 院子的大小不同 将来想出手时也比较容易 周成把钥匙交给夏小兰也有说法 一直都是康伟在管 现在康伟要忙着开家具厂 还有建材店的事情 就只能托你招看了 夏小兰晕呼呼地接下钥匙 这时候脑子才慢慢回神 为什么只能他来招看 不是应该交给官惠额馆吗 好像周家并不知道周成买了这么多房产 难道告诉家里要被骂 还是这又是个套路 就像周成把存折交给他 夏小兰能看着钱存放银行 存死期浪费吗 还不是忍不住帮周成打理 好呀 这是连房产都交给他打理了 两人的羁绊越来越深 他就算想跑都跑不掉 哪学来的招数啊 夏小兰嘴上抱怨着 却不由带着笑 他以前想和周成分得清楚 那是感情不如现在深厚 何况现在从周成上脚的存折 和购买的房产来看 夏小兰还在倒腾鸡蛋 一分两分地赚毛票攒本金的时候 周成就已经有了好几十万身家吧 等他和康伟把香烟生意结束 前前后后累计赚了上百万 夏小兰一个一百元家底的 和周成经济混淆到一起 摆明了是占便宜 如今却不同 夏小兰自己有了事业 周成把存折交给他也罢 房产给他照管也好 夏小兰一点都不心虚 就算周家知道了 谁还能说他一句 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如果他都照管不了周成的家底 不管交给周家的哪个人去管 也不会比他做得更棒了 正好开车去看看 周成随着钥匙给的就是一张纸 上面写着十一套房产的地址 以及是否出租中 夏小兰准备抽空 把十一套房产全部检查一遍 能租还是租 院子白白放着 又不会变出钱来 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啊 这笔租金至少能补贴周成的日常开销 要知道周成把存款上缴了 如今就是拿死工资的人 从前的一点小金库 夏小兰估计上回给他过生日也折腾光了 自己大手大脚花钱 男朋友却只靠每月一百多块钱的工资过日子 夏小兰挺不舒服 他没有苛待周成的意思 周成自己认为在单位不用花什么钱 但自己男人自己心疼 能过得舒坦点 为什么要过得扣扣扫 这十一处房产 居然只有四套房子处于出租状态 剩下的七套为什么不租呢 是房子太破 不整修下租不出去 还是周成和康伟两个直男 懒得花心思去管呢 不管哪种原因 夏小兰都觉得这理财能力真是最人 在京城 四合院的一个房间 每个月都能租五到十块好不好 像借给十家赞住的院子 一共有八间房 地段又特别好 每个月租个七八十块没问题 一个月八十块 抵一个普通职工的月工资了 一年就是九百六十元 空闲的七套房子 不说个个都有这么多租金 那也是一年往外丢了几千块 几千块 比周成在单位的工资都高了 夏小兰决定 替周成把丢出去的几千块 重新捡回来 她看了一下纸上写的地址 其中一套房产离车站并不是很远 夏小兰一踩油门就往那里开 到了地方她有点傻眼 大路好找 可这么多七拐八拐的小胡同 她朝着哪里找啊 她都怀疑周成买下房子 根本没自己来瞧过 夏 夏姐 夏小兰一扭头 居然是小油 夏小兰很意外 小油更意外 说实话 要是邵光荣追到这里来骂人 小油都不奇怪 偏偏是夏小兰出现 夏小兰一脸忐忑 夏小兰见她是从小胡同里出来的 你住在这附近吗 哦 我是来找个人的 不过低估了地形的复杂 夏姐 你知道是哪个胡同吗 我带你去 这一带我都听说 小油很是热情 夏小兰让她上车 我一直叫你小油 还不知道你全名叫什么呢 夏姐 我叫尤丽 嗯 你今天上午真是故意追去王府井大街的吗 其实呢 没缘分处对象 大家认识一场 当个朋友也不错 少光荣不至于做什么扎事不敢承认吧 夏小兰觉得根子还在尤丽身上 她也是看小姑娘乖巧懂事才多说了两句 感情的事又不能勉强 少光荣一脸抗拒 夏小兰又不是红娘附身 非要把尤丽往少光荣身边凑 或许是少光荣这回失了手 好剧却不能好散 搞得尤丽真喜欢上她了 尤丽烧红了脸颊 她表现得一定很明显 别人都看出来 她是在缠着少光荣了 尤丽低头 夏姐 我没别的意思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总之 是我不对 不怪少少讨厌我 我还是想和她好好处一处 她要真觉得我不合适 我肯定不缠着她了 那从济北省回来 你俩到底怎么了 地方还没到 夏小兰是打发时间 随嘴一问 说谎话是不行的 尤丽已经在少光荣身上 感受过后果 同类才会做朋友 少光荣反感她隐瞒年纪 夏小兰说不定也会这样 尤丽特别不好意思 少少问我到底多大 我先前骗了你和善姐姐 也隐瞒了少少 我还差一点才满时期 那不就是十六岁了 夏小兰发现自己对 少光荣同志的看法错了 她还是有道德底线的 没对十六岁的小姑娘下手 后面再次出品 然后再次ades 多伤! 所以 夏小兰 北黄 未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